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VEY 今天回到超上級 剛才超上級的陣容比較好 這次其實是用舊V 自然技陣 我已經用到沒有東西可以使用了 相信有些朋友會問 你明明有覺醒 為何不使用呢 其實...呃... 我做一個示範就想用一個比較... 沒有那麼多覺醒的陣 當然是這次啦 可能日後呢... 也未必會做的啦 哈哈哈 對了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真的很浪費射 我預計未來是想打這個... 我未來是想打這個... 奧米加大家都知道啦 不留石就不行的 盡量帶回適應的啦 那如果大家有雷抗性的... 又沒有覺醒的 又有雷抗性的 記得帶啦 根本上這關你帶了雷抗性 那就非常好 那如果你又是有自然技的 又有雷抗性的 那就...呃... 已經贏了啦 當然有木偶修啊 帶進去也有雷抗性也很好啊 因為打自然技出來是對這個BOSS傷害非常不錯的 那我們入關就不說了 那我相信... 預計又或者會... 這麼長用的都會有很多石的啦 那就不要緊 對啦 純粹輕鬆一下啦 對嗎? 就是說... 用這個覺醒打是... 我相信大家都不太喜歡看的 對啦 那這次我用回... 其實我以前是試過的 我都不是以前的 我是嘗試過是可以... 是可以過到關的 那... 就是零石過啦 但是這次應該都... 稍稍地的啊 不是太... 即是沒什麼信心的嘛 對啦 不要緊 嘗試一下吧 緊要第一次嘛 那一開始我就覺得... 其實應該是殺了... 沒有讓他先動的 那是真的 那我不管他 對啦 搞定了一隻巨龍 哈哈哈哈 是不是猜不到呢? 因為他麻痺嘛 那我就搞定了他啦 OK 那就儲技啦 啊 儲不儲得切呢? 儲不切就用龍卷風啦 沒所謂的 對啦 那我擔心他的攻擊的隻 因為攻擊打下來 看到真的... 也挺痛的 對啦 盡儲啦 對啦 啊 應該不能出戰鬥龍卷風 怎麼會這樣 不管了 先出戰鬥龍卷風了 來 因為不出戰鬥龍卷風的時候 我相信下一關我又不想開技 然後他就繼續來嘛 很慘的嘛 好 那就一開始我就想搞定了 左手邊這隻先啦 等一下 搞定他先啦 好 來 是搞不定的 不要緊 搞定了一隻小蜜蜂 翁翁翁翁 好 搞定 來多一下 戰鬥龍卷風 OK 那就搞定了 那火技啦 對啦 火技都... 都爽脾氣的啦 對啦 非常爽脾氣的啦 那靠這兩隻舊V就去到最後啦 看看能不能瞄到BOSS 如果不行的話呢 那就可以... 食招模式呀 可以說是 哇 大件事 有點危機啦 那嘗試一下 看看能不能做到這個... 殺死他吧 殺死他 哇 大件事 大件事 OH NO 欸? 欸? 還可以啊 打下來這裡 欸? 來了來了 生性 OK 喂 大件事 嘩 你真是... 為什麼這麼不生性呢? 搞定了他就搞定了 這樣就要復活了 喂 什麼事?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昏昏神術者? 嘩 瘋子 很明顯大家都知道我剛剛開始打 瘋子的昏昏神術 唉...我真是... 認輸了 咦? 但是不是說... 呃... 不... 不是說... 很大問題 好像比較容易打 咦? 哎呀 怎麼會這樣 不管了 一下子先塗爆他 好 啊 昏昏神術真是很厲害 那已經搞定了我啦 嘩 這樣玩法真的會很興奮 其實真的不算難打 對啦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之後特別興奮呢 用了一石就OK的啦 其實... 如果是正常玩的 基本上一石都不用的 那... 這次是因為... 運氣差了一點 哈哈哈 哈哈哈 又要找些東西賴一下 覺得自己很賴皮 那... 用完一個沒有覺醒的陣 當然是用一些... 爽歪歪陣的啦 對不對 讓我先進去爽一下嘛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比較爽的陣 相信... 呃... 不知道現在正在看影片的朋友 有沒有一些是沒有覺醒的呢 那又... 又或者是... 嗯... 剛剛才升好那些... 究極體的呢 那... 不要緊的 慢慢來啦 這遊戲... 呃...連這個... OMG 都還沒出 對不對 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太著緊這件事的 那就入關了 好啦 哇 這個好厲害耶 影昏生實來也出來了 用一用石啦 那就... 那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收了那40石的啦 都很... 呃... 開開心心啦 是不是? 啊... 真是好厲害 但是... 真的不算難啊 因為它這麼少血的時候 就好像... 不是說... 不是說難啦 這樣的話 那當然你是要配合一些適當的技能啦 我將會用一個不適當的技能組合入關系啦 那就... 爽皮陣啦 這個叫做 哈哈哈 非常之開心啊 帶這個陣進去 這個陣很自豪啊 可以打到火系 又或者可以打到電系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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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如果你升一個系列是用火攻擊的楊炎系 又或者是用自然系 自然攻擊的都是一個不妥的啦 那當然啦 有一個更好的配搭的技能是更加好啦 就像我電系那樣有個... 有這個水系的技能啦 那這隻本身電系就黑到這個... 本身有自帶這個雷的抗性先啦 那你帶水的技能你一定是可以打到雷啦 對不對 這關 對了 那就... 有利啊 嗯... 嘗試試試看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流少少血啊 我最怕就是兩隻... 兩隻都出了技然後就... 死了啦 這個...這個...好... 這個最想看到的畫面是沒有出現的 對啦 那就用普通攻擊就行了啦 要不然連技都儲不了那麼陰功啦 那真是陰功諸如此 好 來了來了來了OK 喂...MISS 喂...儲技而已 你也不要MISS啦 只能殺一隻只能一隻啦 好 來啦來啦OK 那來到第二個Wave的 那...開技啦也是... 好 先開一開 不好意思 啊...不夠快啦 全隊真的好快啊 這隻小蜜蜂 那...一會兒會動全體的 嗯... 吃一吃吧 好 搞定 那...還是先打一隻蜜蜂 蜜蜂優先啦 對啦 OK 那...大家看到左邊那隻就是麻痺啦 右邊那隻是火團體啦 中間那隻就是雷電啦 對啦 那...可以殺了... 右邊和中間 對啦 不知道是不是分不了左右 上天才說過了 哈哈哈 好啦...那不管啦 這些...大家明白的啦 對啦 那...來到最後啦 基本上來 我慢慢地磨死你 啊...得不到啦 啊...王牌飛都不能出 不痛的... 喂...不是啦 打我的小丑 好...不管你啦 繼續 慢慢地磨死你 我還要爆擊 全部技能二滿 我覺得真的會比較容易打 因為我嘗試過... 其實... 那...當然我是適合打啦 不適合打的話 也會比較難啦 因為... 我也嘗試過 就算帶2隻加4進去 都... 很吃力啊 打得... 咦...好像吃力啊 不是開玩笑啊 這次... 那我不管啦 吃力就吃力啦 嘩...其實真的很薄血 而且很低防啊 大家看到 嘩...但他打我的主力啊 喂...不要打主力 求求你 不要打主力 輸了真的很難 先給我一點點薄面 先搞定一隻 嘩...搞不定啊 喂...糟糕 不要啊 我感覺到自己好像很大啊 全力攻擊啊 對了 哦...原來是...如果瞄不到他的時候 就防禦UP 防禦UP啊...這兩隻防禦UP 怪不知打不進啦 好像... 其實都是進的 喂... 會不會有兩顆呢 一隻掉了一顆 那另外那隻會不會掉呢 哎呀...真是被他碰死了 好啊... 但我這兩隻真的跟他慢慢磨而已 哈哈 慢慢跟他磨 他打我不痛 我打他又不痛 我啦... 那不要緊啦 你有助 你只有兩隻的時候 變成我有左右門神 慢慢跟你打啦 真的慢慢在磨啊...神經病 好啦...不要緊啦 繼續 看他打我跟不一樣 應該也會痛的 嘩...回血? 啊...你真厲害 哈哈哈... 真的跟我磨時間啊 好...繼續 哇...這樣很嚴重 他不會一直回吧 他一直回我真的想死啊 是完全打不進啦 哎呀...幸運... 喂...哈哈... 出技啦...不幸運... 不好意思...哈哈... 這樣不要回血啦 我求你們回血啦 我真的... 不知道說什麼好 不要啊... 嘩... 醒醒目目 打我吧 唉... 喂...怎麼打啊... 老闆... 這樣在磨啊? 是不是瘋了啊? 我又打你不進 你又打我不進啊? 那大家記得帶回自然技能啦 要不然打到我這樣就很... 慘的啦... 對啦... 喂...這樣真的不行啦... 不要回... 不要再回血啦 我警告你啦 我求你不要回血啦 影紛真 阿明瞞你不要回血啦 喂...啊...好... 喂...混亂... OH MY GOD 開不了技啦 開不了技啦... 咦...有沒有中啊? 中了啊...真的開不了啊... 喂...不要啊... 沒有了... 對呀...沒有了... 我不要開技啦... 喂... 喂...你真是... 好過分啊...喂...大哥...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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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嚇壞啊... 不要這麼好啊... 哈哈哈... 竟然是這樣啊? 那大家記得不要帶錯... 哈哈哈...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這麼容易打吧... 就是帶回一些自然的技能啊... 如果不是打不進去的話... 就會弄成這樣啦... 即是... 嘖... 用錯陣啦... 我還自以為是最強的隊伍啦... 那...沒辦法啦... 那輸了就... 嘖...不打啦... 大家明白啦... 對啦... 帶這兩隻進去... 不可以多啦... 可以帶進去清小怪的啦... 那... 無論如何都要有一隻... 呃... 秒殺寵啦... 如果你有大... 一定是要有大地技能啦... 這樣你會看到啦... 慢慢跟他磨是無不得的... 最重要是有補血啦... 那... 對啦... 慢慢... 慢慢地打是不夠打的... 對啦... 那... 儘量帶回單體的大地技能啦... 那... 不復活啦... 我免得用石啦... 說過我為何要留石啦...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啦...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大家... 多謝啦... 掰掰... 如果看完這段影片... 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想得到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深入了解我...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的... 謝謝啦...